大家好 那么前两天我做了几只超大光圈的这种定焦镜头的测试 那么我看评论里面有一些朋友在说 这个看到有炫焦的效果 什么是炫焦呢 今天不做科普 那那个炫焦其实还不算什么 因为我今天拿来了一只镜头 这个才是炫焦的极致 看看这是什么 比斯瓦的55F1.7 Mark II 这只镜头 说起比斯瓦的镜头呢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镜头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就是黄铜的外观 那不一样 那么我今天拿到的这个55F1.7 Mark II的这只镜头 是它的一个黑铝板 铝制的这么一个镜身 那么回头的话 这款的镜头 还有黄铜 还有黑铜 两个版本 目前还都没有上 黑铝版 那么简单来看一下这个镜头的外观 那么手动的一个对焦环 这个也是最靠近镜头卡口位置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了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里面有两个无穷远 一个是BC1的无穷远 还有一个是BC7的无穷远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的是镜头前端的这个包装Ctrl 这么一个炫焦的控制环 那么在炫焦1跟炫焦7不同的档位的情况下 这个无穷远的调整的这个档位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镜头还是有很多的可玩性在里面 我现在转动手动对焦环 能看到镜头前组是往前看出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变化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那与此同时我调整这个炫焦的控制环会是怎么样的 可以来看一下 仍然前组还是会移动 这个镜头离卡口最近的位置是一个手动的对焦环 我看得出来 BC1跟BC7两个卡位 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应不同的炫焦的这样的一个档位 那炫焦环有1到7不同的档位 那么7档是炫焦的效果最夸张的这么一个程度 那么1档是最弱的一个程度 那么光圈是F1.7到F22的这么一个变化 当然都是全手动了 除此之外这个位置 镜头的光圈环跟手动对焦环的中间的位置 还有一个仓 这个是镜头的一个插片仓 那么之前熟悉匹斯瓦镜头的其实都知道了 那么它可以插一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镜头组件 光圈组件可以插成各种形状 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 或者见过的这种新型的光圈的这种光斑 或者是五角星的这种光斑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的 从这个镜头本身来讲 一个是它有一个双光圈结构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特点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炫焦 从而带来的一个弯曲相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弯曲相场不是我们大家所用的镜头的这种平面相场 那么它的相场是弯曲的 大家在看这只镜头所拍的大光圈 最大光圈的这种成像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发现的 那么它的这个成像的这个场不在一个平面内 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从而这也是可以带来一个超大景深效果的一个原有所在 我这种光斑团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它的光圈变化 这个镜头采用一个八片的光圈 那么给我的感觉是F1.G最大光圈的成像 其实没有那么好 它毕竟不如一些这种常规的镜头的这种大光圈成像 这种平相场的这种效果这么的好 但是它所带来的一个这种炫焦的效果 还是非常具有魅力的 而且是不同于我们常规所用的这个镜头 如果你用大光圈去拍摄 你会发现这个镜头所拍摄的这个焦屏面 它没有那么的平 从而带来的一个效果就是 它的这个景深让你会让你感觉会非常非常的浅 你的焦点只有一点点 那么周边的位置反而续化了 那么再周边的一个位置 这个这个像场好像又涨回来了 这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一会儿可以看一下 这个样片看一下 这镜头给我感觉最好玩的一点是 其实它发布的时候 就是以一个比较相对评价的一个价格 那么这支551.7Mk2的这样镜头 它的发布的价格其实是2980港元 那么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大概是2600多一点人民币的这么一个价格了 所以2000多的价格玩一支这种复古体验的镜头 还是非常独特的 我只能说还是非常独特的 如果你对它的这种选焦效果非常的迷恋 而且希望通过这支镜头制造出一些不同于以往 不同于普通的手机或者不同于普通的镜头的这种效果的话 那这个镜头还是非常具有特点的 如果你说我只想要一支打光圈定焦镜头中焦镜头 拍一些人像等等 那我觉得你还是不要选皮子吧 你选普通的很多的镜头都可以选 那么之所以选皮子吧 一方面是你需要对它的这种选焦效果有一定的应用 再有一个就是Waterhouse的这个光圈 这个可以做光圈插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也可以玩起来会有非常不错的体验 说了这么多还是看看片子吧 那么一看片子你就会觉得 这个镜头跟你之前建的镜头都不一样 喜不喜欢的话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